上次提到李外傳得知阮太爺沒有幫武寵立案 他立即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西門興 西門興以為沒事 當然是定了 於是請了李外傳去獅子樓喝酒 並送了五兩銀 五兩銀相當於現在的五千元 當兩人喝到興起的時候 西門興就無意間望了望街下邊 咦 原來他見到武寵兇神惡殺走過來酒樓這邊 當堂大吃一驚 糟了這次怎麼辦 他一看武寵的樣子 就知道他來者不善 想下樓走 就已經來不及了 於是就站在身 假作鎮定地對李外傳說 李兄失陪一會兒我方便一下就來 說完之後就急急走到後面躲起來了 這時候武寵就拿起衣服走 噔噔聲衝上樓 上到來 不見西門興 看見的是李外傳和他身邊的兩個哥姬 武寵就衝過去 指著李外傳就罵他說 你這個家夥 把西門興收在哪兒 快點說 李外傳見是武寵 當堂嚇到他七拍猶猶 再加上他用這樣的口問問自己 就更加慌了 想說話都說不出 武寵見他不出聲 飛起一腳 噔聲一下 整張桌就被他踢翻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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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跌到粉水 那兩個哥姬嚇到臉都青了 唯嘩鬼震 萬在那兒哭 這時候 李外傳見世不妙 想丟拼拼拼拼拼 武寵就一手揉住他 你這個家夥 問你說話不說 更想丟拼拼 讓你先試試我的拳頭 看你講不講 馬聲一下 武寵就照著李外傳的臉一拳就蹤上去 李外傳 哎呀声 当堂厚压角流血 牙都打了两只 快点说 我说 我说 西门兄 去到后楼那边 方便 这件事不关我事的 不关我事的 这个时候 只见武宠一只手就拿着李外传的三领 另外一只手就拿着裤头带 整个将他抵起 死了你 嘩声一下 李外传就撞烂了个枪 在楼上就飞了下街 接着武宠就冤在后楼那边 找西门兄 这个时候 西门兄就见到武宠在前面那栋楼的树行空 吓得他差几乎飘青屎 他都不理得那么多了 在后楼的窗口 啪声跳下去 去到隔离人家后院 找个地方躲起 武宠就去到后楼找不到西门兄 就以为李外传就骗他了 接着转身下楼 走到街深 看到李外传就已经跌到半死了 直坦坦地躺在街深的树 雙眼就在这儿反反下 武宠就见到他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 斗腐浪就踢了他两脚 李外传就惨了 惹得不惹得下 当堂一命乌呼 断气死了 各位 在水壶转去头 跌到街死了的 是西门庆 但是来到金平梅这些树 是李外传 西门庆又怎样呢 当然是摔掉了 如果西门庆就是这样死了 那金平梅就只能在这儿搜笔 搜不下去了 更加没有什么李平儿 庞春梅这些人物的出现 我们现在说回狮子楼这边 武宠可谓心狠手辣 光天化日底下 无缘无故就打死了一条人命 这样来 狮子街肯定是热闹的了 到了第二天 整个青河院都滚起了 在街上边 个个都在说议论这件事 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都在那儿传说什么西门庆 被武宠打死了 并且将他在楼上边 扔到街心 所以 我估计可能斯内庆 当时也是道听途说 写了武宠杀嫂和斗杀西门庆的这回故事 武宠杀错了人 不单只报不了仇 反而还吃了官司 在水虎转里 写的是英雄和恶霸的较量 最终英雄打死了恶霸 但是在金平梅里 写的是官府恶霸 和草根恶霸的较量 草根恶霸在犯罪的时候 他还知道自己在犯罪 还懂得遮遮掩掩 但是官府恶霸的头脑就比较简单 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 这件案的本身并不是糊涂的 官府更加不是糊涂 而糊涂的是那些局外人 我们看看金平梅里头 已经发生了两起的命案 第一起就是潘金莲 皇婆以及西门庆三人谋杀 武大郎的这件案 这件案除了上述三个人之外 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知道 只有云哥和何九叔两个人 就有个怀疑而已 民不告官不救 因为这件案件没有人去报案 所以官府也没有立案 在没有人报案的情况下 发生命案和没有发生命案 其实都是一回事 因为官府不知道 所以就没有什么必要多事 后来武宠报了案 阮太野又以证据不足为由 不予立案 其实阮太野就可以 可以将相关的人员找来调查 不过可能他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估计都很难有什么结果 所以在这一宗案件里头 秉公执法对自己是没什么好处的 于是阮太野就用了最简单最简便的方法 阮太野用最简单的方法的结果 就是导致武宠行空杀错了人 于是就产生了和这件事相关的第二起命案 第二起命案就是武宠行空打死了李外传的这件案件 武宠行空打死了李外传之后 今天地方保押就将武宠 酒店老板 唱歌的两个歌机 就是两个小姐 就全部就踏了回去 武宠对于这件案件 也公认不毁 武宠还说那个家伙就不幸 武宠行空打死了 他所说的那个家伙就是李外传 这次老太野就秉公执法了 因为现在秉公执法就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说信尸武弊去袒护武宠 就很麻烦 搞得不好 连自己的那顶乌衫没了都不定 既然是这样 别了 你看看老太野 他立刻反面 武宠 你这个家伙 昨天你还诬告他人 我已经再三宽恕了你 你为什么不遵己守法 今天又平白无辜大死人 武宠当然是辩解了 老太野发火了 来人 你们给我坐着打这个家伙 两边的官侧把武宠按在地上 劈哩啪啪打了七十个杀威棒 打到武宠皮开肉栓鲜血碰流 打完之后 帮武宠上了一面团头家 把他收入监 终尾 劳太野李之院根据推理 判了武宠罪 当时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第一 走楼上 表面上看似乎还可以自圆其说 但与真相相差甚远 那这个老太野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份判决书呢 因为武宠行凶打死了人是事实 就没得搏的 估计武宠这案件也难以翻案了 就算是错 也不会错得太多 同时呢 他又可以放心地收下西门庆送过来的钱 既然不会出事了 原则去做事了 什么原则呢 就是在不出事的前提下 怎样简单 就怎样去处理 这样搞法武宠就是死得了 这么糊涂的这一宗案件你还不死 但是偏偏有些事情真的猜都猜不到 上级的东平府运 陈文昭呢 是一个极其之青年的官 书上面讲 说他平生正直 秉胜言明 常怀忠孝之心 没法仁慈之整 这个苦吻陈文昭呢 就觉得这件案件 真的有点QK 后来他就审问了武宠 武宠也都老老实实 照直地说了给他听 那么这个苦吻陈文昭呢 就把压送武宠的私利就叫了过来 打了他们二十大板 跟着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问一问你们的老太爷 他那个资丸还想不想撂 然后就一指文书就发到清河院 要提西门庆 潘金莲 王婆 云哥 何九叔等一干人等过来 重新审这件案 怎么知道那份文书都还没发到清河院 就已经有人通水给西门庆听了 西门庆一知道这件事之后 当然是吓得他半死了 他立刻就使人去惊醒 求他女儿的契爷陈宅就帮他疏通 陈宅又找到他的陈家杨提督去帮忙疏通 杨提督就找到来国蔡太师 蔡太师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写了封信 给个东平府找 叫陈文昭就算了 无谓伤了李之院的晚节 陈文昭是蔡太师的门生 又知道杨提督在朝廷上是有势力的 而且是华德士的官 死了 怎么算好呢 本来就打算秉公执法 现在看上去就不行了 一旦秉公执法 事态就变得极其之复杂 于是 这个青年的官 最终也只能选择采用最简直的方法去处理 处理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大事化小就两边妥协 我不追究你们的事 你们也不要再追究 无重的事了 那即是怎样呢 即是无重就不用死了 打了四十大军 跟着就次配两千里冲军 再加上无打就已经死了 思伤无存 事舍疑似 物论 即是不用再说了 那就胡理胡涂 就了结了这件案件 在这件案件里面 李智远 陈虎蕴 蔡太仙这三级呢 无论贪官清官 都是有意无意地 遵循了下面这个简单的潜规则 第一 怎样处理 对官府最有利的 就是怎样处理 第二 在自身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 怎样简单 就怎样去处理 想顺着这条思路 好多的胡涂官判胡涂案 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好了 西门庆打听到武宠要发配冲军坐牢 当堂全身都松晒 对于他来说 直太合家欢喜 过年都没有那么开心 俗话说 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 更何况西门庆已经存了五个女人 五个女人 那西门庆是怎样武法呢 接下来 我就讲一讲西门庆家的这五个老婆 不过今天时间又到 那明天再说